大家好,我叫杨丽 我今年27岁,然后来自河北,然后我单身 谢谢你们对我的鼓励 单身没什么,就平时你觉得没什么很自由 你就是想干嘛干嘛,干嘛也没人管 死了也没人知道 你最害怕的就是过年的时候 就是你一定会遇到那种逼婚的情况 就是我妈是那种很特别的逼婚方式 她会在回家以后突然吃着吃饭停下来 开始打量我 然后看了一会儿以后突然过来拍摆我的头 跟我说杨丽,杨丽,杨丽,你可以的 我第一次觉得有的时候鼓励的话 比脏话难听多了 而且不光父母,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 连我弟都不会放过我 你知道今天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弟突然看着我一本正经 他说姐,这么多年了 你为啥不找个男朋友啊 我说那你为啥不上清华呀 是因为不喜欢吗 何必呢 谈恋爱真的太难了 就是比上清华还难 第一点最难的就是你一定要放低你的标准 就是我作为一个待生很久的人 我经常绝望地发现 那些比我优秀很多的女生 他们的男朋友 我竟然都看不上 就是 我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你知道吧 就那种好比说人家国际一线大品牌 都跳楼大甩卖了 我一个三线普通小品牌 还要逆势涨价 然后对人家要求还很高 还说你不要光看外表啊 来来来 你了解一下我的创作理念啊 而且我跟你说一定要放低标准 我跟你说 现在来说 要歌员来的话 谢谢脱口秀演员 我一个也看不上 但现在的话 我觉得除了CY都行 调玩笑的 有点夸张的你知道 CY也行 四个人都行 第二点很难的就是 你一定要学会装傻 就一定要学会装傻 就是不管他跟你说什么 你都假装听不懂 你都瞪大脸 就问他说 傻意思啊 互联网 啥意思啊 这样很快你知道 你就会步入婚姻的殿堂了 还有一点很难就是 当你们在一起以后 当他深情地 叫你宝宝的时候 你一定要忍住那股恶心 你知道就是 怎么叫什么宝宝 大家都是成年人 彼此放尊重一些 不好吗 就是这样的人 等你们年纪大了怎么办 你们能想象 余老师被叫宝宝吗 他老婆一见到他 宝宝 又抽烟呢 真的 就是恋爱中 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 是不能展示轻易的自己的 我展示过 结果 单身到现在了 你知道就是 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有一天晚自习 你知道我正在和我喜欢的男生 一起愉快地嬉戏打闹 你知道并且时不时发出一些引领般的笑声 然后正在这个时候 我就越来越兴奋 我就开始特别大力地晃动我的身体 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意外 就是我发现一股气体 就是从我的肠道里跑了出来 而且它还不是那种特别低调的气体 它是很高调的 它在出来的同时 还要向世界大声地宣布 说我放出来了 我跟你说宣布的声音之大 都盖过了我们引领般的笑声 当时 我方圆周围十个人全都安静了 我当时看着那个男生的表情 我就知道 我的初恋结束了 真的 我真的有很多毛病 就如果我真的做自己的话 比如说谈恋爱 我连节目都上不了 你们知道 我第一次录完节目以后 导演组给我的反馈是啥吗 他跟我说 最好不要在镜头面前挖鼻孔 我当时想说一天了 你们从早拍到晚 谁能保证一天不挖鼻孔 他说除了你都能 你控制一下 这样播出不好 我说你播呗 说不定播出以后 会有观众觉得 这个女的手长得挺好看的 有一种 让人无法忽略的美呢 然后他说 如果你真的控制不住 特别想挖的话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挖 你知道吗 我当时想说这个 这个好 这有点太像敬酒了吧 感觉可以说来走一个 这不好吧 但一下我就理解了艺人 就是当公众人物真的很难 就好像你成为了公众人物 你就有义务 把自己那种又真实 又丑陋的一面 隐藏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他们面临的问题 可能跟我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吧 我的问题就是 我明明想这样 你知道吧 但是我却只能这样 你知道吗 就像有一些 少年偶像组合的成员 你知道吧 他们平时呢 在镜头前 左手右手的 都要慢动作的 放在这边是吧 但他私下里的时候 其实最想放的是在这儿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有些事情 还是很正常的 人家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 我们就不要挖了 就是都经不起挖 你知道如果说 你真的看到他挖笔 不是 你真的看到他干嘛了的话 别说是拍到 你居然亲眼见到了 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反应 我觉得很丢脸 像没见过世面似的 你就淡淡地 像他女朋友一样 问他一句 宝宝 又抽烟呢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叫杨丽 然后 今天的主题是 要做生活的甲方 真的 很鸡汤 就感觉是导演组 从某个观众行文章上 摘抄下来的 就是那种 要做生活的甲方 要做情绪的主人 这种 就是一些美好的愿望 但这句话 就让我想起 我妈常说的一句口头禅 我妈是养猪的 养猪养了十几年了 所以我妈的口头禅 跟别人不太一样 她不是说什么 爱拼才会赢啊 努力就会有收获啊 我妈的口头禅是 这人哪 就跟猪一样 你知道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才十几岁 然后 我当时都特别不明白 我说 为啥呀 为啥人就跟猪一样 人咋就跟猪一样了 我妈说 这你都听不懂 你真笨 笨的就跟猪一样 但是 明不明白 可以先放一边 这句话真的特别有用 你发现你要相信这句话 你的人生 从此不再拥有任何烦恼 前一阵 我爸 他有一个朋友去世了 然后很难过 就在那哭 然后我妈特别温柔 就过去安慰 她说 老杨啊 别哭了 别多想 这人哪 就跟猪一样 你知道我爸那个脸色 就跟猪肝一样 但是 但是其实你不能怪我妈 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么强悍的人 你知道吗 可能是跟他做养殖有关 可能时间长了 就会对生命变得比较麻木 你知道吗 就是 他手上有一个特别深的疤 但不是什么割腕留下的 是他几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在给猪 做烟割的时候 然后有一只猪 不知道为什么 就拼命地反抗 不知道为啥 可能想做生活的甲方吧 对吧 你知道 拼命地反抗 然后就把那个刀子踢偏了 然后我妈就割伤了 留下了一条疤 你看这个故事 你猛一听完 你都不知道 我妈和猪 到底谁更值得同情一点 就到现在了 我妈烟猪这件事 还是亲力亲为 我有的时候看到他在那咔咔 我都觉得 说什么金国英雄 让雄性黯然失色 我妈让雄性 不再是雄性 我妈是那种 就一心都扑在她的工作上 导致她有点忽略我们的感受了 然后很过分 因为她是这样 她养猪养得特别好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村 谁家猪生病了 都会来找她 来探讨病情 但是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 你知道吗 然后吃着吃着 你就看见一个标形大汗 推门就进来了 特别焦急 说嫂子 我跟你说 我家猪又拉稀了 她给我吃饭呢 再不算过分 最过分的是 我妈这个时候 问出我童年中 噩梦般的一句话 她会特别胸有重铸地说一句 拉啥样的 然后那个人就开始 一顿描述 你知道吗 也说不清楚 就在那 挺稀的 但是也没那么稀 就是那种混合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你知道 我就会把我的粥端过去 我就说 别说了 是不是这样的 别绕了 一边说吧 太狠了 就是真的很强悍她 而且我不知道就是 你们父母是怎么培养你的 我妈培养我的方式也很特别 你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在初中的时候 他们都给你报了什么兴趣班 当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妈非要教我如何给母猪接生 我说妈我不想学 她说你学一下吧 你看你长得这么普通 将来需要一门手艺 磅身的 你知道吗 所以 所以从那以后你知道 我每天晚上就很努力 你知道吧 努力学习母猪的产后护理 第二天上课特别没精神 老师说你这么没精神 你干啥去了 我说我去给母猪接生了 他说你咋不说你去给恐龙复旦了呢 谢谢 没有人相信你知道吗 只要是最残忍的是什么 就我当时十几岁 花样少女 每天就是想着谈恋爱的年纪 但我每天晚上 不是在给喜欢的男生写情书 而是在给猪捡旗带 同时剪断的 还有我对爱情的旗带 真的 有的时候你知道 你还会一边捡一边念的 就像你们那种摘玫瑰花瓣一样 我就是摘猪 你知道吗 就生一个就 他爱我 他不爱我 他爱我 他不爱我 诶 怎么不生了 快加油 再生一个 再生一个 他就爱我了 yes 生了 我就知道 他肯定爱我 爱我这个真正的猪猪女孩 就是你知道 你也很无奈 你也没法怪我 因为我妈真的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 她这样 尤其是跟我爸相比 就在我们家是这样 我们家的分工是这样 我妈要负责做很多事情 就你肉眼所看到的家务 都是她做 比如说洗衣 做饭 养猪养孩子 还要抽时间和我奶奶吵架 你知道吗 就是 我爸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做自己 就每天啥也不干 一有空就坐在沙发上 做自己 你怎么爱做自己 你咋不去搞说唱呢 我妈就是连电汗都精通 我爸连猪圈都不进 你知道吗 她也有理由 说自己天天在外边跑 身上有细菌 会传染给猪 你听听 她怕传染给猪 都不怕传染给我妈 因为她知道 我妈真的特别强悍 然后我妈现在也60多了 我平时很少跟她聊天 但是只有当我特别焦虑的时候 会跟她聊一聊 比如说前一阵我们就聊到 我就说我很想生孩子 但我特别怕照顾不好他们 然后我妈听完就说 没事 你生完交给我 我喂猪的空隙就帮你喂了 你知道吗 真的 特别爱惜 就是 你们眼看出来 我就是那种会莫名其妙焦虑的人 我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连男朋友都没有 我就开始担心孩子了 你知道 急得都不顾流程了 就是 我就很佩服我妈 我觉得我就这样不好 我就是太希望 什么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我觉得这样不好 我以后改 你知道吧 我向我妈学习 我觉得生活一切就随她去吧 我不想做生活的甲方了 你知道吗 我只想做一个 简单快乐的 猪猪女孩 好 谢谢 好 谢谢